朱立倫主席是有約說下一次見面的時間 我是跟他講說 如果雙方都有堅持也沒有辦法 等你想出來以後跟我們講再決定要不要見面好了 禮拜一我跟朱立倫主席有一個叫政黨協商 其實在會中關於國會席事最大化 聯合政府、國會多數聯盟 其實這些我們都有共識 但是總統選舉的方式 因為當事人不在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進行決定 所以他當時就說 那我們是不是三個人有機會坐下來 我說好啊 但是我是主張儘量公開透明 但是後來這個在朱主席的安排下 昨天晚上就見面 侯友宜市長是不接受全民調 我們這邊是不接受開放式初選 第一點那個不可行 特別時間也剩下沒有多少 還有一點 那個也不是真正要選出說 可以贏得勝選的民意 你只在比賽誰動員 當然我也跟他講說 你那麼喜歡開放式初選 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來辦個線上線下整合系統 我跟他講說 其實我也知道 那個開放式初選在現階段 他就不是真的能夠代表民意 所以我這樣講 我也沒有想要亂上加亂 你雙方要合作總要有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比賽規則 讓大家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雙方也有支持者要交代 還有一點 合作如果是搞到最後變密室什麼協商 台灣人民也不會接受 所以這個合作最後他會沒有效果 因為大家都有堅持 朱立倫主席是有約說下一次見面的時間 我是跟他講說 如果大家雙方都有堅持 也沒有辦法 等你想出來以後 跟我們講再決定要不要見面好了 所以結論就是這樣 對我來講 如果要合作當然是可以 只要是比賽規則是公平的公開的 社會可以接受 雙方支持可以接受 那麼在選票上誰贈誰負 這個我都可以接受 我要求就是你一個公平的比賽規則 就這樣而已 你又不敢比這樣要怎麼解決 至於說那個洩密那件事情很簡單 大家都是專門 你看那個誰報導的就知道 那邊那個報導是誰寫的 那些記者是跑哪一線的就知道了 請問我issza 我你一句誰負責 是誰負責 少許對方 你不敢說 我先生負責 女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